I am pleased to say that Taiwan will be receiving 750,000 doses of the vaccine as part of the first tranche of doses 美國三位參議員6號旋風訪台 宣布捐贈75萬劑疫苗 嬌生疫苗超過一半以上 食藥署這個禮拜加速審核嬌生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 已經確定通過 疫苗對台灣是及時雨 各位的幫忙我們會鳴記在心 緊急授權通過代表到時候 嬌生疫苗只要一到台灣 經過封堅作業之後 就能直接提供符合資格的對象接種 為美國捐的嬌生疫苗提供綠色通道 不過同樣是疫苗得過BNT卻仍然卡關 食藥署表示因為缺少製造廠資料 必須等到補齊之後才會放行 所以目前只能先有條件通過 紅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想要購買捐贈的就是BNT疫苗 不過BNT是德國生技公司與美國輝瑞藥廠合作研發 號稱地表最強疫苗 包括製造過程 品管以及裝疫苗的容器都要由郭台銘委託的台康公司提出相關文件 另外還有附上原廠聲明書保證是原廠出貨 並且會一約提供疫苗 民間捐贈的BNT都得過好幾關補齊資料 才能拿到緊急授權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